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過年2020年終於過去了 2021我們希望好的都來 把不好的都過去之後 現在好的都要上軌道了 我在想 因為去年的不好 造成很多的旅遊業 還有觀光的景點 都受到很多的衝擊 在這新的一年 我們希望 不過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人都知道 台灣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當然希望我們也知道說 他努力工作賺錢 除了台灣好玩 我們也希望能夠出去跑跑 可能再發展更多的商機也不一定 所以希望今年是越來越好 不過我覺得在新的一年 我們要怎麼樣幫助自己更好 當然一定要努力工作之外 身體健康之外 其實有的時候 居家或是切身帶一點小物品 或是居家有些開運 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今天我們來賓 他們對這方面都有新的 要跟大家分享 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 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我也要多學一下 學一下有沒有好桃花 有沒有貴人 還有平安健康 然後家裡都很快樂 好的 我們請到這位 他就是家裡都很快樂的 布南妮 嗨 大家好 我們一起揮別2020的陰霾 一起迎向新年新氣象 是 他一定有什麼祕訣 待會兒要請教你 對 好 另外這位就是我們的生活專家 他有很多的資料 經驗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們孫家欣 鳳姐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金牛年開運小祕訣 轉出好運 告訴你 好好 轉出好運 另外這位他就是 常常有一些很棒的精品 也要跟大家分享 而且他真的都沒看過 會跟大家好好的 說一些他的分享經驗 來讓我們知道 那就是我們的阿倫 大家好 我們有黃金工藝在提升 入手金是 不可以再這樣繃繃 有的東西 本來就是不適合 你知道嗎 沒錯 但是我們就說 新年一年來有時候 求一些好運 你過年或什麼 你會去拜拜或是去 有人是唱教堂 或是求一些什麼方法 像我過年 我一定要去廟裡拜拜 然後求發財金 讓我女兒 讓我大家都掛一個發財金 任務的地方跟我財位的地方 我一定都要放 一定 但是我覺得這樣真的 真的運氣比較好 你看越老了 還可以來 可以來上美 要來吃老了 你看 好急 都有研究 都有研究 你看你說任務 跟什麼地方都有研究 有些東西嗎 像我任務的地方 我拜一堆 玉座的貴人 叫玉貴人 你出門 任務 你都有尋到玉貴人 還有點 油燈 你知道嗎 像以前 以前的人都說 漁運 惡命 三風水 四基因的五毒書 這就是有在 你自古以來 老祖先都有這樣講法 但是我們一定要相信 我們五千年的文化 所以我就認為 一定要從這裡來 我們對祖先這樣走 這樣做 真的 你看看 那個好心 女生也不錯 很好 家驚 你應該也有一些生活 有一些什麼分享吧 有 可是我的經驗是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我不相信風水 我那時候剛出來 創業的時候 三十幾歲 年輕人 年輕人 耳朵比較硬 很多人就告訴我說 你要怎麼樣 我都沒有在自己養 我們年輕人就覺得要努力 我們努力工作就會有所得 不誇張 那時候我搬到一個辦公室 然後有一個懂風水的朋友 來看了我辦公室說 你今天辦公室不可以做生意 你也了解 我不聽 然後那時候就是硬給他撐 撐了兩年 我賠了好幾百萬 後來是因為朱約到了 朱約到了 我不得不搬 然後搬了之後 換了一個風水 我不到一年 把前兩年賠的都賺回來 我才發現 原來風水真的是 是 對 就像剛剛布蘭妮講的 其實風水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再問老師一下 我自己呢 我自己怎麼樣 然後老師就有跟我說 他說你命裡缺金 所以你一定要帶金 去補足你的五行 所以我才慢慢地開始 從居家 比如說我的辦公室 然後我的家裡的那種 環境的風水 一直慢慢開始研究到我的個人 自身風水 我是這樣才相信的 你自己居家 你會有一些什麼 開運的東西嗎 有 我擺皮秀 我們家有四對皮秀 我今天也帶了一對來 這一對是我最一開始擺的 小小的一對 因為其實皮秀 大家知道我們做生意要招財 其實皮秀它是很兇猛的神獸 然後它在天上 它是做巡視的 就是巡視每一個地方這樣 看到金銀財寶它就咬 咬回來幹嘛 咬回來給它的主人 討主人歡心 然後再加上皮秀 它只進不出 對 吃進去的它就不會突出來了 你說你們家擺了多少個 我是擺兩對而已 兩對 我擺四對 對 我是進門的地方擺一對 或是嘴巴開開 這樣 柴位 柴位的時候才再擺一對 對 那個就是說 它擺的位置是要很重要的 就是對門說 家裡有玄關嗎 對 有玄關可以擺玄關 要不然就是進門的斜 斜對角 對 四十五度角 斜對角 兩邊都可以 都是才會位 那如果是 有人是客廳 有人是廚房 那兩邊都擺 都可以 而且廚房一定要擺 像我們家的廚房 是開放式的那一種 當然它不會一開門就建造 可是我們家從陽台那邊 看進來會建造 所以會建到燥爐 爐火 所以我在 我們家開放式的廚房 旁邊的吧檯上面也擺了一對 它可以避邪 擋煞 對 皮手很好用 但是要擺對位置 要擺對位置 這真的是好文 那這好文 我覺得阿倫是很有學問的 他對這個風水白 他很有想法 我也是堆一些大老闆學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過去這幾年 背來背去 我一個後來背兩 三爪 背過多 然後 但是就是 頂年很不好 頂年因為很不好 所以全世界都瘋起來 瘋起來變成 你要去背道就沒辦法 對 但是我必須要說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 人家的大小孩 給我教一些祕訣 他說我們文學都要回家 所以我家裡都有放一些 很神奇 頂年是不好 我在大祖年的年底 我把那邊的工作收縮起來 提早收縮起來 所以我頂年在台灣 整個落胖 雖然是頂頭開始 但是它是頂頭開始的 開始往上升 我又沒有長生 我現在又站在那裡 又站在那裡 我不會頂 所以我覺得過期的今年 時運很好 我周遭很多朋友 譬如說他專業 或是沒頭路 所以大家都過得不理想 所以當然我也有一些 人家說這個開運的祕訣 我也說來這裡 就分享給大家 太好了 太好了 除了在家裡擺設 隨身有時候 他可能去很多地方走來走去 有些地方 其實我們都沒注意到 可能有些地方 不要亂走 要不小心亂走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身上都會帶東西 對 你會帶嗎 我皮包裡面會放皮箱 或會放個關心 皮包也放皮箱 對 掛飾 掛在裡面 皮包我不要讓你看 我不要讓你知道 我放皮箱在裡面 但是是小的 我裡面有時候也會放 有時候我們在樓邊 看到人發現什麼事情 或是我們剛才有不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避掉 我會覺得比較重要 隨身那種皮包 家欣 我現在是開始在戴黃金 戴金飾 因為我之前老師有跟我講說 我命裡缺金 所以一定要戴金 其實年輕人 以前年紀的時候 都會戴一些飾品 然後老師就說 你戴飾品那些都是假的 假的金 那你就是 你就是那個錢都不是真的你的 然後我就開始戴黃金 後來我戴了黃金之後 我就自己去查 黃金到底是個什麼樣的 有些什麼樣的海藝 後來還知道 它的磁場跟能量 是很厲害的 然後它可以穩定你身邊的磁場 然後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你戴黃金出去 那種貴金屬 貴珠寶 你戴出去它散發的黃金的氣 然後可以幫你穩定磁場之外 然後還可以 這樣的人都很適合戴黃金的嗎 對 對 它 沒有禁忌 沒有禁忌喔 像我這樣 擲過半兩 三次 你問一下 你擲雲機擲到買了 不是擲雲機 但是你最怕去哪裡 蓋子開始在瘦 對 你也會驚訝說 我家裡這個 這個兔子是坐的 他這裡不知道 去胸口有安全帽 去創作有安全帽 所以我要坐飛機之前 他要起飛機之前 我的病母養生 我開始黏六四針眼 讓我心情比較穩定 讓我這招出門可以安全 第二點 剛才沒有跟他們說 沒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昨年 我年底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零 就是有一個心懷說 我不能穿這個地方 我回來 開始打招 做一個轉機 因為這就是有 真正有一個大陸 他家裡都放水滾球 我家裡客廳的在位 我也有放這個水滾球 水滾球就是那個 時代運轉 時代運轉 我都沒說過 那個要擺在什麼地方 也很重要 也是柴位 就是進門的兩邊都可以 是 柴位 我覺得這是影響很大 因為如果沒有一些 這些人說催化劑 你不會有這種靈感 就是說我那個時間到了 我應該去提早轉 對 所以說這就是 人家流一部會說 我們不能死氣沉沉 我們剛才有什麼東西 要去修行 修行 不是黏沸 修正 我們的行為 但是你沒有一個 催化 帶動的氣物 放在家裡的氣場來說 你不會有這種靈動 尤其像我們在外面 經常去剛才氣溫 經常剛才氣溫 經常說人好幾人 所以我經常說 要有靈動 剛才說要有靈動 剛才說就有財氣溫 就有氧氣溫 這是剛才說很重要 是 剛才說到黃金 還有一點就是 以前小朋友來的小孩 就滿月 我都會去買那個 那個小的那個 金鎖片 金鎖片 小小的 然後就送給小朋友 人家說這個黃金 就是很喜氣 對 除了這個送小朋友的 自己也可以 家境你有沒有一些什麼 比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金式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一講到 我很喜歡帶黃金 大家第一個想法就是 很貴 現在黃金都很貴 六七千塊 然後我那時候 我兒子去年滿月的時候 我上次跟鳳姐碰面的時候 我小朋友還在肚子裡面 對 然後現在就剛滿月 那時候已經滿週歲了 滿週歲了 然後之前滿月的時候 他有一個阿姨就送了他 一個黃金的項鍊 好美 對 這是真黃金嗎 對 我那時候看得很細 都很細 而且你看 它有這麼厚的一片 下面是和田玉 然後這個和田玉 你看是一大片 然後上面的這個就是黃金 很美 然後上面的黃金 上面有剛剛那個 阿倫講的六字真言 然後六字真言 因為他那個阿姨就很疼我兒子 然後就說 因為剛好那時候他犯太歲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讓他帶六字真言 因為保他平安 然後那時候我收到 我很抱歉 因為我說 這怎麼看 都要跪漫 我說對 太貴重了 你這樣看 你說這個小孩不用躲 我躲好 收下來 不過看起來不太多錢 對 這個很貴 因為現在它還會閃 這是我眼睛灰或什麼 怎麼會燈燈 有門亮的 還會燈燈 中間會轉 對 這個也算是 我還可以轉很久的 你看 對 一直轉 對 所以它的 真的是時代運轉 而且你看它 中間是一個平安寇的造型 其實以前 大部分的平安寇都是圓形 中間有個洞 就是浴中間有個洞 可是它現在這種平安寇的造型 就是中間它是用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它其實也有平安的寓意 所以這個很多長輩 都會送給小朋友保平安 後來那時候我就說 我那時候抱歉 我就一直跟他阿姨講說 不要 你這樣 你不要花那麼多 對 不要花那麼多錢 對 然後他就講說 沒關係 他說其實現在的黃金工藝 都很厲害 不然你想過這麼貴 然後我就偷偷問他多少錢 我到時候師弟 想要跟你們說 你們一聽到這個價格 你會覺得 怎麼可能 對 因為現在工藝真的 都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而且中間會轉的這個 如剛剛阿倫講的 要會轉 要會洗 這個黃金工藝就要問阿倫 對 這方面是有研究的 以前 人家三個小孩的黃金就是這個黃金 它跟它薄一片而已 一片來說 它一年過一年 以前買了 20幾年 差不多20年 20幾年前買 差不多在2000塊而已 所以大家才會去 對 就是 剛才跟嘉欣這個東西閉上 我跟這個東西 這要把這個東西收起來 比較漂亮 但是我們說實在 我們以前就說 親身朋友50朋友 大家說 媽媽 我送黃金 你覺得 我們真的送黃金 因為這個朋友很重要 所以我們覺得 這就是代表我的生意 送黃金 不是送三個口 比較普通的送三個口 後來就因為這個黃金 蓋得這麼長 現在青菜一個明月 現在這些都是七八千 不是青菜吃新 吃頭 這麼新漂亮 有才能送這個東西 所以說 媽媽現在有一個新的技術 這個新的技術 我們前兩年 有那種3D印精 它就是把黃金做的力體 對 剛才這邊先拿到這個東西 它是更新的技術 台灣的金將工藝 更提升 它叫 你都懂 你都知道 4D印精 厲害的地方就是什麼 以前我們3D印精 讓你眼睛看得很漂亮 現在4D印精 它幼得說 你就用風景去看 你也會覺得說 這個是什麼工藝 你都知道 做得這麼幼 那個賣相 賣相那種金雕細琢所做出來 因為它面上碰碰的地方 它是999純金 不是跟它 它裡面還有做一個支撐架的戒指 所以它把黃金 或原本 軟軟的黃金 變成有18K金的頂度 我剛才有說 因為它現在最新的技術 它又不太容易讓表面的黃金 讓它變色 對 所以它掛久了 它也是像黃金的色這麼漂亮 漂亮 所以這就是最新的工藝 剛才我看 我覺得它還很厲害 它我就長很久了 你知道嗎 旁邊還看這個 這個像褲子什麼 很美 而且褲子有夠10百 你要拿來把它頂好 你就覺得很紮實 不過你剛才說六字真言 它有特別的藝衣 這幾個是什麼意思 對 六字真言 很像我自己的 像你上廢機也會唸 對 我自己也很喜歡 然後阿倫也很喜歡 因為它叫做 就只有六個字 六個字 很簡單 對 因為其實人家說 六字真言 它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心咒 因為觀世音菩薩 他有經過六道的輪迴 他那時候許願 他說我要了解世間的苦 所以他經過了六道循迴 悟出了這六個字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在想說 念什麼咒最好 其實念六字真言最好 因為當你念的時候 觀世音菩薩會知道 你現在的困難是什麼 你的苦是什麼 你的希望是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當你遇到困難或者是 你在這個地方怕怕 或者是你覺得自己健康 最近好像身體不是太好 你要常念六字真言 翁媽妮拜妮鳳 所以其實六字真言 它是有那樣子的意涵 所以像我自己也很喜歡 六字真言 是 那除了這個 兩個都一樣嗎 兩個都 這兩個款式都一樣嗎 你再來 我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看了這個很喜歡 我自己 又問了我阿姨 就是又去買了一個 這個是 那個跟皮修可以 如果沒帶 沒有那樣 放到包包可以嗎 都可以 它就是隨身在幫你咬財 而且它叫做黃金皮修 那兩個放一起可以嗎 可以 一點都放 保平安又招財 它那個能量平安又保直 它那個中間會轉嗎 對 這個也 這個中間也會轉 一直咬 一直咬財 我最喜歡 沒事找人 不可以 怎麼走 一直咬財 一直咬財 一直平安 一直平安 然後好運轉進來 不然運轉出去 而且 轉很久 以前 以前這種會轉的 因為以前的浴 不是都平安扣嗎 都會中間有一個洞 一個洞 可是現在它的平安扣 做成這樣子的造型 中間又會轉 所以它等於是讓你 就是像剛剛布蘭妮跟阿倫講的 時來運轉 牛轉乾坤 然後在牛年 你要怎麼樣 把好運都轉進來 然後要轉開 開越轉越好 對 但它有沒有分 譬如說 生肖 有的人說太陽太陽 有特別要用再一點還是怎麼樣 其實像今年金牛年 牛一定是犯太歲 犯太歲的部分 你一定要帶六字真言 幫你擋一些災 幫你避邪 屈極避凶 然後像什麼牛虎猴 然後屬龍狗 牛虎猴 屬龍狗 這六個生肖 我都會建議是帶六字真言 因為它可能會 明年在健康上面會比較不好 所以你要帶六字真言 其他的六個生肖 像我自己屬羊 其實雖然明年 就是金牛年我也是 偏太歲 偏充 可是我要帶皮修 為什麼 因為我的事業上會遇小人 所以我要帶皮修 趕走小人 咬才進來 那帶這個 那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比如說洗澡它拿下來 或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禁忌 對 很多人會怕有禁忌 可是因為這兩個上面 都沒有髮像 沒有像 不著像 它就不會有禁忌 所以你不管去廁所 或者是有時候 但洗澡拔下來是最好 你去廁所或是去一些 你覺得好像 沒乾淨的地方 你都不用拔 因為它不著像 它又是黃金 然後六字增顏跟皮修 其實它本身就 就沒有任何禁忌 都可以佩戴 是 這兩個其實那時候 拿到的時候 我還有一個寶卡 這也是我的小屁股 然後這個寶卡 因為它也是金色的 它除了說裡面有告訴我說 它的材質是什麼之外 它這個叫有求必應 我覺得人生最棒的四個字 就是有求必應 而且就是心想事實 心想事實 然後這個我都會去過個香爐 去廟裡的時候 只能過個香爐 有時候放車上 或是放啤酒 戴的項鍊也可以過嗎 也可以 年節到了 有時候你如果說 我要上淚做什麼 我發覺這好像也是不錯的選擇 記憶很漂亮 像我要上淚 也是差不多這樣的錢 真的嗎 對 我剛才會討論 我今年想說 我今天兩個都要吃 我們人也兩個 我們女兒也兩個 我們家總共五個人 10點而已 也很燙燙 如果說包紅包給孩子 我也要包 我就買這個給我們 年輕人兩個 我們女兒兩個 大家都買好過 真的 我們想到 我們大家互相鼓勵 你看到我黑面的白面 我看到你的皮膚 我們就提點自己了 這個倒也很不錯 因為在去年那麼動盪不安 新的一年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 平安 健康 然後就是 有求必應 心向事成 真的 好 再來就是說 有時候買一些東西 你那麼努力工作 買一些就是鼓勵自己 犒賞自己 除了包包之外 我覺得永遠是顯不夠 但是如果是 讓自己能夠更 心靈更安定的話 感覺上寄託是不一樣的 可能在你做事情的時候 你更有靠山 更有動力 可以有信心 所以就可以買一個像 犒賞自己 然後也可以 送給你最愛的朋友 或是家人 都可以 讓這個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 全家 合家 平安 好桃花都來 是不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阿倫 謝謝鳳姐 非常謝謝家欣 謝謝鳳姐 謝謝鳳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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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鳳有約